印尼著名话剧社Teater Goma纪念社团成立35周年 在今年3月份公开上演中国古代小说《薛仁贵》 以印尼话改编呈现给印尼观众 薛仁贵的故事早在1880年已经在印尼社会流行 该社团已经公开演出多部中国古典题材的话剧 带您来看 文化艺术园剧场里 这一天晚上锣鼓横腔 乐声悠扬 舞台上的演员用印尼语对白 演示中国清典故事《薛仁贵》 这是印尼著名话剧社Teater Goma纪念社团 成立35周年在今年3月公开上演的话剧 这一次特别演出薛仁贵故事当中的桥段 讲述薛仁贵浑流地府的精彩故事 以印尼语呈现给观众 《薛仁贵》 《薛仁贵》 在院长期大纪里面的 《薛仁贵》 带尾薛仁贵 《 multiples救亡企贵》 公开 自大纪里面的 在苛仁贵 乙仁贵 对外冠賃 电 weak 这一次正缝盖社团成立35周年 特别在今年3月份 每晚7点半开演 剧情融合了中国和印尼的多种艺术元素 演员的演技一流 剧情精彩 带动观众的情绪 则具图的故事 但它们的章节 Stephen 紧后的故事 includes cont着 viewer 好像現在是有意思講, 但感難道是因為的容易用 Т div 根據利略, 有中國文率 person follow這群 所以現在我們用點 шт文 和作品都 ban pip 的東西, 本來控制本來比較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ang ingin membantu negaranya berperang melawan kekuatan asing, kalau yang di kedua dia sudah jadi raja muda, terus yang ketiga dia ini sebenarnya general besar yang sedang memimpin pasumannya berperang, tapi sebenarnya ada masalah. Masa lalu tetap patriotis, tetap memegang nilai-nilai kekesatriaan, tapi dia masalahnya lebih kompleks dibanding yang pertama, dimana yang pertama dia cuma seorang kesatria yang benar-benar tulus berjuang untuk negaranya. Teater Goma话剧社成立于 1977年, 至今已经有35年历史, 这一次演出的薛仁桂已经是该剧团第126部话剧作品。 所有演员都是长时间跟着剧团成长的国内自身艺人, 当中的演员还参与过多部改编自中国经典故事的印尼语话剧, 例如白蛇传、梁山博语、朱英台等等。 薛仁桂混流地府的故事大纲, 唐朝薛仁桂奉旨珍稀, 儿子薛丁山率兵直逼寒江关下, 首将凡红之子凡虎出战, 均为薛丁山所伤。 樊女梨花奉师傅离山老母之命下山, 并主有素食姻人印在薛丁山身上, 以薛丁山的婚书来换樊江关响书。 当中的演员是在2009年之中的演员中的演员中的演员中, 如果他在军事中的军事中的军事中,我感觉到他很重的军事中, 因为他只是来喝,喝,喝,入到军事,就已经成为了王子。 然后在第三次,他比较比较重的军事中, 所以他已经有孩子,然后他有了问题和他有了问题的事情。 有了问题和他的孩子。 所以他这些人是一位总裁的军事中,他在军事中的军事中。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欣赏故事情节 表演当中将中国与印尼代表特色的艺术元素融合在一起 如用爪哇皮影戏演示唐朝军队作战的精彩画面 还有结合印尼巴迪拉染布料制作唐装 我从最初,从从身体中的我还会自演习 我跟朋友似乎我的朋友,我通常联合,我们组织的 但由于婚婚的结果我们都rom了,但我继续续续续续 Fo hers 目前我和她跟朋友和我们相亲的brek 非常感動,所以我們讓我們開啟, 開啟,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國家就像這樣, 就被握手了。 將一部經典故事搬上舞台, 台上台下的工作人員總共有100多個, 包括演出的演員有65位, 台下幕後的工作人員也有60位, 他們花了五個月的時間, 終於可以順利演出。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瞬間的美需要付出無數的薪水, 能吃苦,多磨練,靠自己的努力, 來贏得勝利。